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风红果然令人惊艳 从山下远观就可看见山腰上转为红黄的树林 虽是平日 上景的人潮一波波的 停车场也达8分满的水平 除了机车小客车之外 也可看见游览车的进出 另外 人多的地方 空气中总会飘着像是烤香肠或是臭豆腐的味道 这也是一定要的啦 连续几天 又湿又冷的日子之后 雨室中的烧些 灯高可以望远 开阔的视野 让压抑的情绪 整个舒缓了许多 在层层的红叶中 依然可见整串的赤果挂在枝头上 从火红的树上望去 因为有这般美景相伴 所以林肯大郡看起来似乎已不再那么悲情了 走进店旁的小镜里 飘落的红叶几乎盖满了树下和路径上 随手拾起一片落叶放在手心里 透过这胶柔落下的叶片 我细细品味这季节变幻的气息 每年的这个季节 都会想到拱北店的风红 几年来到此赏风 不论是风情或是气候 就数今天最佳 喜欢红叶又不想走远的文人雅士们 赶紧到拱北店瞧瞧去北 赏完了红叶再去孟湖走走 多年不见孟湖依然无恙 只是湖边多了些许的商业气息 孟湖不大但却很美 岸边的芒花随风摇摆着 风过时湖面升起了小小的涟漪 水边芒草与山林的倒影看来有些朦胧 风止时一切恢复了平静 如今的湖面有着迷人的水色 水面下的水草与悠悠中的小鱼清晰可见 闪完了拱北店的红叶在游梦湖 从漫天的风红到平静无波的湖面 深冬的午后 生活可以这般的优雅 这种感觉还挺不错的说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